我们看一下 这一盘的话 这一盘是这个栗战曹人的 这一盘就是跟上一盘那个风暴曹人不一样 这个栗战曹人 那么栗战曹人 就是对团队的贡献可能就更大些 那么风暴曹人可能就单兵能就比较强 就是风暴曹人 确实除非主攻状态的 孙策很强 就是你打不过的 不然一般的武将打风暴曹人是打不过的 即便是孙权 孙权目前打风暴曹人 他是处于下风的 曹人就那么厉害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五龙生有 那么他应该好像也是忠诚 这个他是忠诚 那么这是 不对啊 标错了 刚才忙着说那个操人的事情 应该是 OK 那这个是反贼要他先扶的他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 标错了 顺手牵羊 那么顺手牵羊 火攻一下 这个地方愿为主攻 来 面探四方杀 那么这里面的话 旧的家伙 他是反贼 哦不对 这个他是反贼啊 看错了 他是反贼 杀一刀 哎呀 这个是忠诚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小胖子 小胖子是忠诚 那么小胖子如果放权给我们的话 我们委会 混合内是有能力 这个栗战的话 也可以给那个团队进行一个闭约的 所以说这个要给我们当忠诚的话也还行 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栗战曹人 给那个小胖子当 那个中小胖子如果主攻啊 你就这个给他当忠诚的话 那个还是差强人意吧 也毕竟小胖子自己没有什么过牌能力的吗 用牌的 他需要放权的吗 你给他过牌意义就不是很大 好 那么这个这样就很给力了 我们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扒你的牌子吗 应该把这个系列栏档桃子拔了还是很关键的 那么开局应该是搞错人 这个是忠诚的 也好 决斗一下 可以 你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打掉了 那么桃圆结议一下 那么我们有这个无限 好 然后来一个这个大力战 大的力战 好 团队闭约吗 那么这个的话杀一刀 把它这个屏蔽了 这个杀 我刚才想说的话 杀票了 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 把那个张新彩八成就是内奸 因为这个是小胖子 他如果忠诚的话 应该这个就是内奸的 所以说他屏蔽 他让你不救这个系列栏 可以的 因为那个小胖子 毕竟从正常来判的时候 他不可能当内奸的 好 杀 那么我们手上又有桃子的 这一把的话 因为给这个团队有一个这个必约 所以说我们自己也有这个能力 看小胖子放不放拳 好 放拳给我们 可以 那么我们盯着这个 其实也可以打一下那个 马良 那可以打一下马良的 好 乐不思认 乐一下 那也行吧 反正你有乐的话 因为你这个技能的话 可以那个看别人的手牌的 这个武将的话 如果大家对这个武将技能不熟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 这个技能在这里 大家可以暂停下来看一下 这个操人 好 过牌 他这个马带中也有这个能力 那么你杀人 OK 漂亮 屏蔽 这个新马带改过之后 他只要是那个 一个红牌屏蔽过去 对方那个闪个桃子都不能出的 所以说他也是具备这个尾强兵的 而且他这个也是一个尾的过牌 这一下还好 因为我们牌比那个黄中多 所以说黄中 黄中只要手牌不多 就不可怕的 好 杀 哇 这个小胖子够狠的 战斗胖 战斗胖 那么看一下马良 那么马良即便给那个黄中牌的 我们待会可以把那个 直接把他们怼掉的 好 这个梁桐花 无中生有 可以贴左梁花 可以啊 那么杀一刀 然后再栗战一波 那么这个梁桐花 9杀 OK搞定 那么必死无疑啊 但小胖子放绝 给他个马带 然后再给马 那个马良来一刀 就死了 当然这个新 这个SP这个曹仁啊 你要发动这个技能 违馈 你自己是要流失一点体力的 所以说 这个技能不是无损发动的 所以说大家这边注意一点 你不要用上了隐翼 他到时候把自己弄死了啊 你的血量一旦压低也是容易被对方一击致命的 这个技能的话是要流失一点体力的 当然你流失一点体力就是自己是属于残血状态 比如说你自己那个栗战是肯定能对自己使用的 所以说给自己毕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如果队友多的话 这个家伙当反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当反贼队友比较多嘛 或者说在4v4这个排位模式里面 他给自己团队过一个排 只要是很厉害的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反贼啊 好 这个家伙不能丢啊 因为这个家有头子的 好 这个地方周瑜啊 为了要 打我把自己翻过来了 看一下这个家伙杀 那么这呢他打他应该是忠诚吧 他要是 反贼就应该一步做二步去 我先这样看一下啊 看一下 这个家伙让江杀 那么先这样标 那么看一下拘兽 拘兽的话 那么这个让朱智也改过了 传统中的朱家三倍 现在不是的 那个朱环 我们在这节目里 大家已经看到都不过强力了 这玩朱智也是 朱智也是小核心了 安国已经改过了 出牌队段限移4 你可以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若其手牌数为全场最少 其摸一张牌 体力值为全场最少 回复一点体力 装备区的牌数为全场最少 随机使用一张装备牌 然后若该角色有未执行的效果 千里满足 条件已执行之 这个 好 那么应该是中整 这个是反对 你看这个这样 他这个对团队这个保护就很大了 你看这不仅给左刺一个牌 还帮他回复 好 解刀杀人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了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地方 薛宗 因为我们这有两个桃子的嘛 所以说待会儿如果孙上江 可以给我们过下牌的 这个SB香江就这样 有桃子就可以 好 来 嘿嘿 这个让我们再来一个漂亮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万箭齐发 好 闪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托管的危害了 你终于别以为你回合 没有什么什么卖血 什么技能 你就可以这么似乎这样的托管的 这让你托管 就要害死你的队友的 好 就让你这个 因为你托管了 那你闪全部用光了 你看你是不是 本来的话 你知道你可以存一点闪的 但是因为你这个恶习 对吧 反贼灰飞烟灭 这让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说了N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喜欢 就玩身份 就有托管这个恶习的 这个我们托管里面托管 只能点一下 这个素材就掐掉了 不管打得多好 就只要你点一下 你这个素材就绝对不能通过的 因为你确实是害人害己的 好 你来这张 哇 反贼应该就全灭了 这么多杀 你诛之的话 那个 除非你是那个神仙 神仙下巴 人家八卦一直那么给力 否则应该保不住你了 好 那么应该丢掉 就丢掉了 那么不出意外 应该是他是内奸的 那么这个就好 香香就直接突了 这内奸这把也很冤 他就第一轮空架掌 这家第二轮就死了 所以说你们这反贼 不仅害了反贼 因为害了他那天 你说他冤不冤 他开局空架 反贼没有问题的 他也做梦也不会知道 这反贼死这么快的 他可能就打一个盹子回来 反贼没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盘的话 这个不知 什么你用这个当主攻 你这个当主攻 那你就只能赌宗臣给力了 这个当主攻的话 配合是可以 但是你只能赌宗臣给力 因为你到单标的时候 你就是个四血白板的 就是说你不要在这里 这个地方你以为什么 什么白板是什么好事的 好 而且 是吧 万一那天要是强力的话 你根本控不住的 因为你自己 你是要跟别人配合的 好 好 这个当中张宗跳 张宗跳动不错 张宗是个强将 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过牌是很大 我们给张宗过牌 张宗给我们也过牌 所以说你用这个当主攻的话 只能祈祷 有张宗这么强力忠诚的 好 来 那么这个当主攻的话 顺手仙阳 无懈可击 那么无懈可击 好 张宗这个地方 有这个锦囊 这个张宗是这个大号的 黄人音的 他即便什么乐 冰这些 也都可以的 好 所以说即便 挂闪电 包括乐别人 冰别人 都可以的 杀 好 南蛮入行 这个南蛮 他也行 反正他也要过牌的 杀 关键我们还有这个定盘技能的 定盘我们也是可以过架牌 如果过架狮子 那个对布置 有白银狮子布置是非常可怕的 好 这种莲花艺 这把这个主动方 降面好强 我这把的话 你看有这么 这两个强力的忠诚 所以说确实有的时候 主攻要获胜 他确实需要这个 这种武将的 好 这段呢 曹仁可以多存牌 说不定耍原地 还能存点头的这种牌出来 而且他可以控价场 一旦就说反贼 你打他的话 那个又帮我们争取时间 我们只要一动 我们就是可以跟那个忠臣 就是可以跟那些配合的嘛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让布置精力乐住啊 我们只要能摸牌 我就给给当中过一张牌子 所以说他怎么都不会白宝的啊 就是单调里面 你可能费一点 但是 这个 只要他身份局里面 他这个武将强度 还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啊 物质 我之前定位 他是跟大师这种顶级的武将 可能这个观点大家有带 也就是有争议的嘛 但是就算达不到最顶级的一匹武将 他是一线武将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他这一线武将啊 就是说这种 像吴国这种 我二排流 确实是很厉害的 二排流的话 好 不出意外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子了 这地方呢 小内也没办法 小内也绝对不可能不打反贼了 因为我们这把这个主中方真的已经很强了 但是这几个勒 还有点伤 好 那么这段杀 哎呀 这段直接杀 不过孙策不是主攻状态 所以说即便是进入这个觉醒 也没像主攻的时候那么恐怖的 好 那么 这里不能把兵一下 好 这段我们就不要跟他拼了 我们有头子了 好 而且你一旦被 创囊压到很低的 可能那间 某种程度了 也会帮你控一下反贼的 你这么想一下嘛 而且操人过这么多轮牌 操人手应该也是有桃子的 所以说不用怕 他们俩应该还是可以帮你 给你再 给你再那个 再抢救一下 啊 闪 因为这样有这个黄盖 黄盖确实是这个 有这个远程这个 狙杀的能力 好 这段杀 你看这个地方就 哎呦 这段就有点伤了 两个桃子应该有吧 两个桃子的话 好 那么这段出桃可以啊 好 那么你反贼这么打啊 所以说那间估计要揍你们反贼了啊 这个地方 那个他那天打你们反贼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主攻打成这个状态了嘛 他也没办法 他必须不能打掉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伸手倩阳 好 那么被乐了两轮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发挥 这个都可以发挥一下了 好 这段狮子打来 现在还是有两个反贼啊 就还可以定他的啊 来 你看这个就数据就很高的 因为有十字了 我们可以给张宗过牌呢 待会张宗又可以爆发一波的 好 给他 左盒拆桥 那么九 杀 当然也反贼人数减少 最后定判次数也少了 再来一下啊 然后直接杀 杀 就这样啊 只要是跟神钟一回合配合 反贼基本上就完了 好 再来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三个 捉他一个 你就算撕票 估计都很难了 而且 待会那个曹仁 把你这个武器拿走啊 随着让你这个没有机会的 好 因为曹仁已经跳了名 这个赵云已经跳了名内了 曹仁只要把他赵云的武器 这个地方 当然这样赵云不错啊 他没有这个直接撕票 好赢啊 有些那个内奸确实 确实游戏嘛 有赢有输嘛 只要是能够那个 你发挥好自己 这个地方 输了也不丢人的 你这把确实是主龙方 很强烈啊 而且反正一直打主攻 内奸也没办法的啊 好 这种内奸只能偷了 这个毫无胜算的 这就一个操人 比赵云打不够啊 这个这个风操人 绝对不是吃酥的啊 这能力是绝对可以保证的 好 我们最后就看一盘 那个非常给力的 组合啊 就是 因为这个主攻的张春华啊 这过牌是很搭的嘛 而张让是我们身份局的近将 那这把就从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张让的强烈之处的 张让是我们的主视角近将嘛 但这把这个配合确实是很牛掰的 这把 好 啥一道 因为张春华打到这个一血的时候啊 因为张让给疯狂开A的嘛 你打到一血的时候 你给他给张让 你自己就可以过吧 等于说这个牌不断的嘛 等于说张让给疯狂套乱啊 所以说这个套乱一回合一波了啊 好 那就这个直接来了啊 开A 还有张让这个武将也是非常偏忠诚的嘛 因为他这个 他要能够发挥是完全取决于对方 你不给他 他就流失体力的啊 所以说他确实是大宦官的嘛 他必须依赖于这个君主的啊 没有皇上的宦官什么都不是嘛 那当年那个曹操也这么劝元烧 劝和静这些人呢 说根本没必要忌惮于宦官的嘛 他宦官的权利都是君主给的 你只要君主不理他们 他们什么都不是的啊 所以说那个你没必要把他们逼上绝境 结果和静和袁绍不停非要把宦官闭入绝境 结果就把和静自己的命给丢了 好 给过去啊 那么拆一下 我们继续给牌啊 关键你看我们给牌过去 我们自己可以过牌了 把我们你看这个牌 我们基本上各个不同的类别都有 好 所以说这个牌子不端的嘛 好 那么这个他继续啊 继续看能不能继续套乱一下 果核太小 那么张让 看一下啊 好 火攻可以 来 打死之后呢 继续呢 我们继续给牌过去啊 继续给牌过去 决斗 哎 那么再给过去啊 继续给过去 你看啊 张让 张让就这么强啊 没办法 他就这么强 那么忠臣没事了 这个直接突了啊 直接打 就是张让和我们配合啊 这个确实是练过葵花宝典 男人就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那个练过葵花宝典的 这个 这个烦人是打不过的啊 那么今天的景点基景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